各位同學,今天透過Youtube學習converse of Pythagoras Theorem 它在我們的文章10c,請拿出來 converse,即是譯定理,譯就是因果關係反過來 我示範一次 在例子1,請看左邊有沒有例子1,我想說B部分 B部分有一個triangle,有XYZ三點 三條線的長度是10,13和14 它會不會是一個right-angled-triangle,會不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畫上去就好像這隻是直角 但很像,但不知道是否真的 如何證明它是否真的right-angled-triangle 我們會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先收拾它 Sorry,不好意思 先收拾它,先看看 我們檢查一下 究竟 XY²加YZ²等於多少呢 10²加13² 就是100加169 等於269 14加16 但是最長的邊是XZ 但是最長的邊是XZ XZ²等於14的Square 14的Square 14的Square等於多少 有人知道嗎 14的Square等於多少 先看看 第269 不是 14的Square是196 196 14的Square 也就是說 兩條短的邊的Square 加上 就不等於 長的邊的Square 對嗎 我們先去縮小一點 好了 不夠位 也就是說 這個 是 Nord Rite Angle Triangle OK 因為如果它是Rite Triangle 它應該是 雙等的 對不對 現在不雙等 也就是說 不是Rite Triangle 好了 我們再看看 另外一個 Example Example 1a Example1a 有另外一個三個型 我們就要 這樣畫分 這個是A部分 說完B部分 先說A部分 這就是9 12 15 三條邊就是 A B C 最長的邊 照看就是AB 是不是Rite Triangle 是 B B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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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